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动珠海新一轮大发展 建设大湾区魅力之城的实际举措 接下来 珠海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以赴为宋城集团在珠海发展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该项目的动工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 让我们共同建政 共同建设 共同祝愿 明天的珠海宋城更美好 更辉煌 共同传承文明 传递珠海正能量 区委副书记区长马洪胜表示 多门区将以两个专项整治破题开路 全过程跟踪 零距离服务 创新性协调 为项目推进创造良好环境 携手宋城集团高标准快节奏建设 共建文旅产业新高定 演艺行业新标杆 为打造珠海二次创业新引擎贡献力量 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位于斗门区黄阳山脚下 总投资150亿元 项目计划建设22个剧院及表演场 包含35台演出剧目 超过3万个观众座位 及与之配套的休闲度假设施 预计于2022年开业 届时 宋城演艺度假区将汇聚实景演出 室内演出 走动式演出 科技秀 儿童剧 歌剧 舞剧等 全类别演艺形式和剧院形式 同时还将举办宋城国际狂欢集 宋城戏剧集 世界级音乐会等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 这个是一个世界最大的演艺集群 在这里还会增加一些 大家都知道石井演出 我们有一个广东圈国圈 我们基本上都要 演员都是一千多个人 他会天上地下空中 可能会有一百架无人机 把他这个都掉上中国的国籍 在这种整个这个回顾了广东 这个千百年以来历史 已经改革开放到今天的时候 我想不仅每一个广东人 都会为之而自豪 为之而震开 据介绍 该项目从去年9月30号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到今天正式东宫建设 仅用了221天 市委市政府 斗门区委区政府 按照建一流工程 创一流质量 数一流品牌的要求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基础上 精心组织 安全施工 高质量 高效率 推进项目建设 珠海市的这个营商环境 珠海市委市政府 斗门区委区政府和各智能部门 他们对这种文化项目的这种 这种渴望 对我们公司的信任感动了我 这个项目是世界演艺集群的时候 我们成为世界第一更顺利成长 别人要竞争我们 我估计在20年代是不可能竞争上我们 据悉 宋城集团是世界演艺第一 连续十届荣获全国文化企业30强称号 确立了宋城 千古晴等品牌 拥有74个各类型剧院 17.5万个座位 超过世界两大戏剧中心 伦敦西区和美国百老会全部座位数总和 旗下千古晴系列演艺作品 一年观众4000多万 创造了剧院数第一 座位数第一 年演出场次第一 年观众人数第一 年演出利润第一 等世界演艺市场的五个第一 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将实现宋城集团 从一台剧目 一个公园 一张门票 到一个集群 一个产业 一个平台的蛻变